作词 李宗盛 没有什么可以洁白答题 除了风没有什么可以吹动树叶 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绝望 你有没有听见痛哲心扉的哭声 你有没有感到心如花朵般枯萎 你有没有体验过生命有多无可奈何 除了你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眷恋 除了悲伤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忘却 除了宽容没有什么可以让你释怀 除了雨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生命 你有没有看见手上那条单纯的命运线 你有没有听见自己被抛弃后的呼喊 你有没有感到也许永远只能视而不见 你有没有看见手上那条单纯的命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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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看见手上那条纯的命运线 你有没有听见自己被抛弃后的呼喊 你有没有感到也许永远只能视而不见 你有没有人过一枚硬币选择着翻面 Hello 大家好 我是果木浪子 今天我们来讲解硬币 这也是汪峰的一首老歌 这首歌原版是用F调来弹奏的 但是由于它也是收录在我们这一本曲谱集的前边简化的部分 所以说为了简化 那我必须要把F和弦这个河暗和弦给改变了 所以说我选择了用G调来编配 也就是说这一个调比原版要高了一个调 那高一个调在有的男同学来说 可能演唱的时候会觉得稍微有一点偏高 但是我觉得因为这首歌的高音出现的也不是特别多 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觉得你实在很在意这个音高问题 你可以把你的琴弦去降低一个全音 然后再用G调弹奏 其实就相当于弹的是F调了 那么怎么降全音呢 你可以将变调加夹在二品来调你的标准音 也就是夹在二品之后的空弦音 你把它调成EBGDAE 那么就是降全音 但是我觉得这样总是调了调去 会第一清弦可能会断 第二也很麻烦 所以我建议大家男同学你是用G调来演奏就可以了 演唱 那女同学在唱G调觉得这个有点偏低 高八度又上不去的话 你可以将变调加尝试去加在第五品 好我们吃饭的时候就不加变调加了 接下来我们打开书籍 我们来看曲谱 那这首歌也是86拍的 和我们上一首歌是一样的 那么对于它的节奏我们就不需要讲了 我们来看它用它的和弦 在主歌部分前边第一个是G和弦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第二个呢是EM和弦 我们也讲过了 第三个呢是AM和弦 我们也讲过了 第四个是D和弦 我们也讲过了 在时间诸语的那一节课 好 那么现在只需要看它每个和弦是怎么弹的 大家看G和弦是632123 EM和弦632123 AM和弦532123 D和弦432123 这首歌的主歌是一种循环 副歌是一种循环 也很简单 好 接下来呢我们加入演唱部分 我们来试一下 除了阳光没有什么可以笼罩世界 除了雨没有什么可以画出彩虹 除了雪没有什么可以洁白大地 除了风没有什么可以吹动树叶 这就是主歌部分 那弹到这个地方呢 就会进入副歌 我们看副歌部分呢 只是和弦的这个顺序变了一下 其实它的这个和弦都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来看 吹动树叶 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绝望 OK 从C到G 那在弹奏副歌的时候 也就是到了这个高音的部分 大家可以尝试 就是说不要用太大的力气 因为到了高音部分 如果你觉得它很高 你越用力 其实你越上不去 你倒可以放松一些 可能会唱起来会舒服一些 好我们继续 我们再重来示范一下 你又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绝望 你又没有听见痛着心扉的哭声 你又没有感到心如花多半枯萎 你又没有体验过生命有多无可奈何 那这个副歌就结束 其实唯一的音高就是 这个音 因为我在考虑到讲解 大家听得清楚 我离话筒比较近 所以我是用假声唱的 那如果你上不去 你也可以用假声来继续演唱 好 这首歌的歌词比较长 我们看到 以无可奈何 除了你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眷恋 除了悲伤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忘却 除了宽容没有什么可以让你释怀 除了爱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生命 你又没有看见受伤那一条单纯的命运线 你又没有听见自己被抛弃后的呼喊 你有没有感到也许永远只能视而不见 你有没有扔过一枚硬币选择正反面 那到了这个你又没有扔过一枚硬币选择正反面 我们会 其实原本会有一个小间奏 但是因为是简化的 就没有给大家往里编配 只是继续弹分解 大家看 分面 可以再弹一遍 然后就相当于是弹伴奏 唱到地方又进入副歌 大家看 你有没有看见受伤那一条单纯的命运线 你有没有听见自己被抛弃后的呼喊 你有没有感到也许永远只能视而不见 你有没有扔过一枚硬币选择正反面 这首歌在和弦和这个分解伴奏上很简单 因为有上一首春天里的这首歌的基础 所以说大家我觉得弹着这首歌只要把这个 演唱的音高解决掉 那么对你们来说可能会是一首几乎可以适谱演奏的一首作品 也非常适合这个初学朋友用 那如果大家看着书再结合这一个配套的视频 在学书中你还有什么疑问 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以后我们有更多的交流 好 让我们下一首歌再见